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熟练了吗 连三殿下说道 帝君说笑了不是 这四海八荒还得仰仗您呢 连三殿下才是 本帝君一个富贵贤人 哪能与你这个四海水君之手的连三殿下相比呢 东华帝君抬头看了连颂 继续对道 这四海八荒可不是得仰仗您吗 帝君说笑 呵呵说笑 连颂三殿下背对得衣食与色 只能正正的看着东华帝君挑剪着已经烤熟的地瓜 至于托盘上 连颂三殿下闻着这阵阵扑鼻而来的香味 还真的是有些馋了 嬉皮笑脸的冲着东华帝君产妹道 帝君 你这烤的不少啊 是不是见者有份啊 怎么的 也得分点而我和成郁尝尝吗 东华帝君抬头看了看连颂 挑眉一笑 玩味的看着连颂 说道 你想吃啊 自然可以 东华帝君话还没有说完 连颂三殿下正准备伸手去取来一个 却被东华帝君用钳子挡住了 东华帝君接着讽了一句 本帝君话还没有说完 你想吃自己烤 本帝君这个是烤给本帝君的地后吃的 调养仙体的仙者方才可得 若是你也是正在调养的仙体 本帝君自然会割舍一二 分于你啊 说完 东华帝君便暂时搁置了火堆 端起托盘往玉西那二走去 就这么从连颂三殿下身边晃了过去 连颂三殿下赶忙跟了过去 坐在玉西旁边的成玉 见到东华帝君走了过来 连忙起身冲着东华帝君微微健身行礼 站于一旁 玉西说道 东华 就烤好了吗 闻着好香啊 成玉 你来 我们一起吃 成玉刚准备走上前去 没有想到东华帝君转脸看了一眼成玉 成玉眼眶的眼睛 转了几番停住了脚步 慌乱的说道 不用不用 我几斤吃过了 我清连宫还有事 先告辞了 说着成玉行礼后就离开了 连三殿下见成玉走了 说了一声告辞后也跟着离开了 东华帝君瞥了一眼那转身离去的二人 转脸去笑着对玉西说 来 我包给你吃 小心烫着 我自己来吧 玉西坚持要自己来 所以东华帝君换出了一把勺子 给玉西将地瓜退去了点皮 让他用勺子挑着吃 比较方便 省得烫着手 玉西放在鼻尖闻了闻 凯他一声说道 东华 好香 这一点都不比在碧海苍林里烤得差 你太厉害了 东华帝君说道 那是当然的 玉西点点头 挑起一勺往嘴里一送 闭上眼享受这等美食 真是好吃 东华帝君说道 你慢点儿 小心烫着 小心噎着 没事没事 我 我 玉西吃得有些急了 果然是噎着了 东华帝君赶忙拍了拍他的后背 给他递去奶茶 让他喝了一口顺了顺 才缓解过来 东华帝君说道 你看看你 让你小心点 还吃得这么急 不行 我来为你 玉西解释道 那是你烤得太好吃了 一时没有忍住吗 无论怎么解释 东华帝君已经接过了勺子 将玉西手中的地瓜也取了过去 一勺一勺 一点一点的喂雨玉西 叮嘱他吃一点喝口奶茶润一润 生怕有被闪失 东华 你觉连三殿下跟承玉能遇成好事吗 玉西问道 东华帝君一听就知道玉西的想法 开口说道 连宋三殿下跟承玉人均本就是有缘的先者 但是有一点 承玉是从凡界提升的先者 而连宋是天族的三殿下 掌管四海水军而承玉只是一个摇池仙子 没有强大的背景是无法嫁给连三殿下的 玉西一边吃着烤地瓜一边在心中计量着 突然想到了什么 附在东华帝君耳边嘀嘀咕咕的说了一遍自己的计划 东华帝君听完后说道 希儿你的主意很不错 这样也可以让承玉看清自己的内心 让连宋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玉西问道 是什么条件 东华帝君又为了玉西一口地瓜后说道 我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等你养好你的先体 然后带上滚滚去凡间玩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你再去做 到时候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 我绝对会配合你的 玉西听话的点点头 心中慢慢开始完善自己的计划 转眼间 玉西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月子期 东华帝君也遵守自己的诺言 带玉西和滚滚去了凡间 在去凡间前 东华帝君先是千里传音 吩咐连宋去范英谷帮他办一件事 顺便稍稍威胁了一下后 才将头发竖起 发色也变成了乌黑的墨色 身穿一袭松丸直居长袍 外披一件袋子喝场 只有一元 绣缘成玄青色 一如玉西在迷宗林初遇见她的打扮 而玉西则是一身香菲青纱的裙装 怀中抱着一个紫色的墙宝 连滚滚那一如帝君的银发 也幻化成了黑色 东华帝君一笑说道 我们走吧 等等 玉西走去桃花树下 小心地沾了片花瓣贴在眉间的凤雨花上 施法花瓣融入肌肤 将那天生飞红的凤雨花给引去了 东华抬起手 触碰她光洁的鹅神色恍然 玉西苦恼地解释起来 说道 之前在凡间 这话被称作妖花 害我犯了整整两年的相思 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除去比较好 万一我又被当成妖女 被抓起来了怎么办 我是不会让汐儿你被抓起来的 修长指尖在她光滑的额尖流连着 东华帝君停顿了一下 轻轻地说道 我们现在下去 正好过了九重天阙的有时 啊凡间年月看 正好恰逢秋月 玉西兴奋地说道 好呀好呀 我都好久没去凡间了 好久 东华不解地看向她 玉西点点头说道 我爹说 依我的性子 岂有可能扰乱人间秩序 便不让我去 再加上平时要给姑姑做饭 只好在青秋四处逛了 在迷宗林遇见你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出去 本想抄个进路回青秋 谁知道遇到了金泥兽 还险些 死于非命 然后我挑下朱仙台 人生回归 一直忙于一些事情 就一直没有机会出去了 东华帝君点点头道 那的确是够久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 玉西问道 东华笑道 汐儿 你想去哪里 玉西思索了一下 问道 东华 在凡间 哪儿的日出会比较好看 东华帝君爽快地给出了答案 说道 云华山 玉西听后抱好滚滚 拉起东华的手念奇遇风诀 直奔云华山 咱见云华山冷吗 东华帝君低下头 圈着他的手臂围得更紧 玉西回望他笑道 不冷 笑得很甜 我们来得太早了 怕是要等上一会儿 东华帝君看了看天色 预计着还要过两炷香的时间 天才会开始变亮 那正好 我还可以被你多抱一会儿 玉西往身后微了微 舒服的窥探一声 东华帝君低笑道 乐意知智 玉西问道 嗯 你之前 是有来过这里看日出吗 东华回忆着 缓缓说道 来过一次 不过是很久之前了 玉西问道 有多久 东华帝君说道 应该是你语化以后 那也不是很久啊 玉西不以为然道 我看了你做天地公主的时候 月末也有十几二十万年啊 那你之前是独自来此的吗 东华帝君醋眉 脑海中的记忆模糊的抓不住 回答道 隐约的印象中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玉西抓住她的手臂 问道 男仙还是女仙 东华笑道 和我同行的 也未必一定就是仙者啊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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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